北京时间10月12日 又一则关于黄蜂的消息 据当地媒体WSOCBTV报道 黄蜂球员麦尔斯比布里奇斯再次收到逮捕令 原因很简单 布里奇斯违反保护令 出现在前女友的周围 并且把受害者的汽车挡风玻璃打碎 黄蜂队目前并未回应此事 这不是布里奇斯第一次被逮捕了 早在2022年夏天 布里奇斯就因为殴打女友被洛杉矶警方逮捕 他当时的女友Michael Johnson晒徒 并控诉布里奇斯对其进行家暴和锁猴 导致自己鼻鼓闭合性骨折 身上多处挫伤 还遭遇脑震荡 Michael Johnson跟维金斯的妻子是姐妹 后者也曾发文怒斥布里奇斯 报应终会到来 2022年11月初 布里奇斯在庭审中承认了家庭暴力重罪的指控 他被判三年缓刑 不需要入狱 但是 布里奇斯要遵守对前女友的十年刑事保护令 整个2022比23赛季 布里奇斯没有合同在身 一场比赛都没打 直到2023年4月15日 NBA官方宣布对其竞赛30场 布里奇斯上赛季缺席的82场比赛 被联盟判定为已经执行20场 2023比24赛季还要竞赛10场 事实上 他是被禁赛了92场 一次选择 就会改变NBA生涯 布里奇斯这样作死 直接把上一大合同搞没了 布里奇斯是2018年首轮12号秀 新秀合同为4年1572万美元 2022年夏天到期 2021年休赛期 黄丰给布里奇斯4年6000万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 被他拒绝 2021比22赛季 小乔的数据不错 他为黄丰出战80场常规赛 场均上场35.5分钟 得到20.2分7篮板3.8 助攻0.9抢断 0.8盖帽 三项命中率 49.1% 33.1% 和80.2% 2022年夏天 他寻求5年1.73亿的续约合同 结果家暴事件发生 2022比23赛季 布里奇斯无法出战 黄丰并没有说交易他 也没说跟他续约 就这样一直拖到常规赛结束 NBA官方的处罚公布 双方才重启续约谈判 今年夏天 布里奇斯降低了预期 寻求4年1亿美元的续约合同 黄丰拒绝 既然谈崩了 去别的球队不行吗 布里奇斯惊吓 是受限制自由球员 黄丰给他开出了一年 790万美元的资质报价 如果其他球队给 布里奇斯开出报价 黄丰有资格匹配 可惜的是 没有球队愿意给 布里奇斯想要的大合同 2023年7月6日 双方谈崩之后 布里奇斯决定接受 黄丰提供的 一年790万资质报价 他计划下赛季 在黄丰打最后一年 2024年夏天 成为自由球员在离队 如果布里奇斯能安分守己 下赛季被禁赛10场 依然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有些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亲手断送职业生涯 跟布里奇斯一样作死的 还有小凯文比波特 一年之前 也就是2022年10月份 火箭刚给了波特 4年8250万的续约合同 2023比24赛季完全保障 今年9月中旬 波特涉嫌殴打女友被逮捕 波特要求撤销二级袭击指控 他表示 女友的颈椎骨折是先天缺陷 并非自己家暴导致的 火箭没有听波特解释 10月3日 火箭总经理思通 接受采访时回应 球队已经通知 小凯文比波特 他不再是火箭的一员 下赛季工资照给 你不用回来了 黄蜂另一个刺头凯比琼斯 已经被球队裁掉 这几年 黄蜂球员接二连三出事 好在大家不用心疼乔丹了 因为他已经把黄蜂卖掉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